影片上去大概有一千七百多個留言 受訪時口吻接地氣 他是高雄鳳山陳德里陽姓前里長 2014年才25歲 擊敗五連任老里長 卻被爆出里民服務 竟變成詐欺事件 交代那個錢 不要付美國業的錢 那個房子代款 那個陽里長他說 他把他送到那個養老院 他說他要以防養老 原來五年前 住在當地的蘇姓老夫人 因為失智症獨居生活 無法自理 由當時的陽姓里長安排 住進養老院 並代付養老金 跟夫人妹妹商量後 匯款一百二十七萬 到夫人戶頭支出費用 沒想到卻發現里長 把原先的兩萬元 跟一百二十七萬元的養老金 通通領光 還把老夫人的房子 過戶到妻子名下 抵押借款四百二十萬元 拿去償還千萬債務 一壯被告上法院 對此陽姓里長也有話要說 當事人解釋是因為 其他案件被收押 造成誤會 事後也以三百五十萬元 跟對方和解 最後詐欺跟盜領改派偽造文書 楊姓前里長判刑一年妻子 六個月緩刑三年 鄰居說里長因此丟官 兩三個月前妻子有意參選 發放文宣想捲土重來 但選民是否買單 選完才見真章 近新聞謝嘉玲 多運節採訪報導